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作为成功走出国门的原创综艺 四季浪姐不仅帮助芒果兼收热度和口碑 而且令圈内众多年龄30家的姐姐成功翻红 当然了 这一系列也不是完全没有差评 甚至可以说自带招飞体制 每季节目的阵容 选曲 编曲 舞美 真人秀剪辑等 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吐槽 但是 吐槽和质疑完全不影响观众们永远怀有对下一季的期待 就像已经开始录制的浪姐5 从阵容被曝光开始就已经做到了微波鲜火 即便浪姐5的36人大名单中没有准C位 范寒雪 柳妍 朱丹 何杰 尚文杰 刘欣 张雨希 陈丽君 郭碧婷 周养青 范甜甜等人同样能撑起热度 而且这一季被观众们寄予后望能把舞台卷起来 3月25日 浪姐5完成了第一次公演的录制 姐姐们全装上下班的路透再次登上了热搜 比赛结果也已经被剧透 今年一公的赛制和去年基本一样 36位姐姐分为了8个小组进行两两PK 6人组 5人组 4人组和3人组各两个 胜者全员安全 败者全员危险 最后根据个人喜爱度淘汰末尾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新增了两个赛制 其一是每次公演都有一首原创限定曲 一公是和解组拿到了 其二是每次公演都有加实赛 这一幅力由小考决定 可能是限定队长出战 也可能是自由选人 双方进行合作秀 胜者能为团队加20分 6人组的PK中 尚文杰组赢了和解组 但在加实赛的合作秀不该中 和解胜了尚文杰 为团队拿到了宝贵的20分 最终反转了结果 5人组的PK中 刘欣组胜了原亚维组 美国姐姐三舍的临时退赛 对后者的舞台还是有影响的 4人组的PK中 全员默契的陈丽君组胜了舞蹈不齐的七威组 两个关注度不高的三人组PK中 郭淑瑶组胜了郭碧婷组 值得一提的是 同为超女快女阵营的和解和尚文杰 本就都是浪杰5的热门姐姐 两人过往有不少故事 双方粉丝没少在网上交流 虽然不确定小考是否有剧本 但和解和尚文杰两人的合作PK的确话题满满 不得不说芒果确实会玩 很懂得如何拿捏观众的养点 或许是因为当年比赛的原因 何解在更多路人的印象中更擅长快歌 但其实他唱情歌的能力非常强 兼具唱功和唱伤 尤其是在江苏卫视音中金曲捞的那几场 他唱情歌的能力真的值得被更多人关注到 在以上文杰的强强对话中胜出 何解在浪杰5亿功播出后一定会登上热搜 自荐多次终于站上了自己期待已久的舞台 他迎来了出道以来的最好机会 据悉公演现场只公布了全场前四名 人气王陈立军率队的发如雪拿到第一 二三四名分别是和解组的六边形雪花 流星组的友 你再以及郭书瑶组的C温命 至于淘汰人选 C社退赛后 淘汰人数自动从三人减为两人 且都是通过全民自建通道入选的 Mess寒一银和李希瑞 可信度基本是百分百 因为浪杰系列的淘汰瓜基本不会错 浪杰五之所以搞全民自建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找那些在娱乐圈之外 有很高影响力的跨界姐姐 希望借此扩大这个系列在其他圈层的影响力 所以电竞圈的韩逸莹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但可惜的是 芒果失算了 韩逸莹巅峰时期在电竞圈的号召力确实强 很多电竞迷们都看过她的Mess排位日记 不过如今的她在电竞圈算是过气了 帮不了芒果 至于李希瑞 她入选浪杰五和如今一轮游 背后的故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浪杰五官宣的全民自建的时间是1月29日到2月20日 但李希瑞是2月29日才官宣参加的 而且上午发了动态 下午就出现在了长沙机场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 李希瑞是替补或者临时救场 其二 李希瑞早就与节目组达成了合作意向 如此猜测 才能解释李希瑞和节目组为何能半天时间就双向奔赴 那条参与全民自建的动态只不过是走个形式 自己和节目组至少都能收获一波关注度 同样 李希瑞遭遇一轮游也比较蹊跷 按理说她至少能挺过一功 高颜值大长腿在舞台上很亮眼 也参与演出过一些热门剧 国民度至少高于蔡世云和无恙 人气不至于是全场倒数第二 但如果李希瑞确实只是替补过旧场的话 那么越晚签约的人在节目组那里越没有底气 基本都是阵容中的相变人物 可能就是只签了一功的合约 浪捷舞还没播 36人的大名单就已经减少了三人 韩逸营和李希瑞遭遇一轮游 美国姐姐赛设选择主动退赛 现场公布的理由是身体原因 但是不少网友不认可赛设的退赛理由 因为她被发现回到美国后的直播状态荣光幻发 而且还在打游戏 被吐槽是逃兵 临近公演才退赛 以至于影响了原亚维组的排练进度和节奏 浪捷舞的阵容虽然因为没有大姐大而被唱衰 但从一功被剧透的情况来看 这一季未必不好看 陈立军跨界参赛且率队拿第一 和节组和尚文节组的唱跳对决 不分伯仲 李希瑞一轮游备受争议 美国姐姐退赛话题十足等 这些都将是一功的爆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